遍 政黨華英極走 共鳴英珠 三鷹連擊 你是否曾經想過 一把作為輔助的武器 竟能如此暴力 戰鬥中可以靈活自如 一面上狀態 一面進行攻擊 作為一把脫胎換骨的武器 狩獵敵就是如此威猛 也是因為這樣 讓他在崛起中的人氣大幅提升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沙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這次要來跟各位介紹 魔獵人崛起中完全變化的武器 擺脫過去沉重的枷鎖 變得相當敏捷 充滿威力 狩獵敵 這次可說真的是崛起啊 基礎操作 翔蟲招式 戰鬥概念 這些一次整理全數介紹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狩獵敵 好玩欸 嘿嘿 好的 那麼崛起狩獵敵啊 整起操作相當容易 沒有太多複雜的操作 基本上很容易上手 相對當下戰況要用什麼方式來應對 就相當重要了 這方面也和狩獵敵的基礎操作和概念 有深深的關係 以下就讓我們來一步一步的跟各位講解吧 那麼首先 X 按鍵的派身啊 共有三種 分別是左揮 下揮連擊跟前方攻擊 這三種的組合 例如像這樣 一個左揮 然後下揮連擊 然後前方攻擊 然後再一系循環 好 這樣 嘿咻 那如果在一開始的攻擊啊 我們前推方向鍵 然後再加上 X 呢 則會先啟動前方攻擊這個招式 接著呢再依序循環派身 例如像這樣 我們前推 然後加 X 然後揮一個前方攻擊 再一個左揮 再下揮 然後再一個前方 然後再循環 像這樣 另外啊也可以注意哦 我們的下揮連擊啊 是有三個連擊數的 可以留意哦 A按鍵的部分 預測上則是由下揮和右揮 這兩種招式進行組合 例如像這個樣子 一個右揮 然後再一個下揮 像這樣子 再一個右揮 下揮 然後依此循環下去 當然如果一開始加入方向按鍵 則會先以下揮這個招式 就是先行啟動哦 像這個樣子 下揮 然後再右揮 然後再一個下揮 後續的下揮啊 就不用加入這所謂的方向按鍵了 當然唯一注意 下揮這個招式啊 是有所謂的改變面向的判定 簡單來說呢 只要在下揮招式觸發的時候 加入想要面向的方向 接著呢就會改變當下角色的面向攻擊哦 例如像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是面對這個方向 那我們的河童木蛙呢 是在我們的左邊 比如說我們可以先打個右揮 然後再往左邊 好有沒有 這時候我們的面向呢 就向著河童王這邊了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哦 比如說我們先接一個右揮 然後在派生下揮的動作的時候啊 往右邊喬 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打向河童王那邊了 好像這樣 一個右揮 然後往右邊 好有沒有 我們這時候人物啊 就往右邊面向了 當然這個面向啊 除了可以左右以外呢 他是可以很靈活的360度了 例如我們現在是面對畫面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打向自己的身後一樣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往後調 有沒有 他會整個很大的迴轉 直接一個垂直180度的迴轉回去 所以在戰鬥上啊 若想要調整這個面向攻擊呢 這個下揮動作的招式就可以多加利用了 另外和X3鍵互相搭配的話 會派生出所謂的上踢的動作招式 例如X的前方攻擊後 再按A會有個上踢 以及X的下揮攻擊之後 再按A也會有上踢 簡單來說呢 其實就你可以想像成 這樣我們X嘛 是往前揮前進對不對 這底子砸下去之後 你再按A呢 他絕對是踢起來的動作 因為這樣整體來說 他會比較順暢啊 像這樣有沒有 他就砸在前面啊 按A 然後就把他踢起來 把他踢為自己的肩上這樣子 這樣子來想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好理解了啦 當然不加入任何方向按鍵的話 就是普通的左右揮解 像這樣 左右 有沒有 有點像以前的那個招式這樣子 只是啊 這次就是分別兩邊拆開來給你使用 像這樣 唯一注意啊 若在X跟A招式之間互相搭配的情況下呢 要觸發下揮這個招式啊 就必須要在A鍵右揮的招式之後 才可以派生囉 例如像我們先打一個X 這個時候打一個A鍵上踢馬 然後會再打一個右揮 緊接著才可以接下揮 或是我們先打一個左揮 然後呢在右揮完之後呢 才可以接一個下揮 所以以上對於這個A鍵下揮的這個操作啊 這幾個部分呢就要特別的留意一下 再來X加A就比較特別了 先來介紹基本派生的部分喔 首先呢如同前面一樣 如果不加入方向按鍵啊 會觸發後方攻擊這個動作 像這樣 有沒有 那如果再按一次呢 就會派生出二連揮擊的動作 像這樣 有沒有 假設在二連揮擊之後呢 我們再按一次X加A啊 接下來這個動作啊 就是重點了 也就是所謂的交換技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後方攻擊 然後二連揮 然後再一個敲打 像這樣 這個敲打的部分啊 就是所謂的交換技部分 如果在一開始啊 我們方向鍵加這個X加A的話呢 就會直接觸發這個交換技喔 像這樣子 是敲打 有沒有 然後再二連揮 然後再飄打 然後二連揮 然後不斷的循環下去 簡單來說呢就是二連揮跟交換技 這樣循環做使用 而後方攻擊呢 則是在初始的時候 不加入任何方向鍵 才可以觸發的喔 像這樣 基本上X加A的交換技 共有兩種 一個是剛剛所看見的敲打 另一個則是所謂的旋律打擊 兩種招式各有不同特色 例如敲打 就是過去的經典招式 大第一級的動作 且會帶有奪取魔物耐力的效果 相對旋律打擊比較不同 有點類似二連揮的動作 並且會再產生一次音波攻擊 雖然相較敲打的傷害來說 並沒有很高 但由於音波打擊的關係 很容易可以使魔物陷入暈眩喔 所以這兩種招式的不同 可以依照各自所需來去使用 在進入下一個環節之前 先來補充前面的一些小技巧 例如狩獵底的拔刀動作和一般武器不同 好比拔刀後不輸入按鍵的情況下 是不會出招的 我們只會像這樣子 就是持著低子走來走去 因此啊 我們可以在拔刀後 先選擇X加A 或者是X 又或是A 等等招式來做一個銜接 好比說先拔刀後再按一次X 我們就會出X的這個吹奏招式 比如說是拔刀按A 以及拔刀X加A 像這樣子 基本上呢 狩獵底的拔刀 就是可以在拔刀之後 很靈活的去選擇 我們要以哪個招式來先做起手 接著就是X的向下連擊這個動作 在三連攻擊完後啊 可以接翻滾取消後搖 又或是可以按下A 或是X加A 來做招式延續 可讓整體的動作順暢一些 好比說像這樣 左揮然後向下連擊 它會有個三連嘛 然後如果我們不做 它會再做一個抬起來動作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三連完之後 做一個翻滾 又或是打一個A鍵 好像這樣子 有沒有 做一個上踢再揮擊 這些呢 都可以讓這個整體動作啊 比較順暢一些 還有就是X加A的旋律打擊這個動作 一般來說啊 不加任何動作的話呢 會有一個上踢的動作來做收尾 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 可以根據情況 加入翻滾 或者其他招式的派稱 來去把這個後搖做一個取消 例如像這個樣子 可以做一個翻滾 又或是這樣子玩之後 接一個A鍵 就可以很順暢的做一個取消後搖動作 再加一個攻擊 另外在二連輝的情況下 像這個 二連輝的這個情況下 使用這樣的操作呢 也會有類似的效果 最後就是在飛空後 也可以依照想要的招式做起手 並且會派生出所謂的跳躍敲打 同時起手的速度也會相當的快 可以留意 接著就是狩獵底最核心的部分 也就是音符旋律 首先呢狩獵底啊 在這代的吹奏方式啊變化很大 基本上呢已經完全實現了 可以邊吹邊打的戰鬥型態相當厲害 當然對於吹奏方式 也有所謂的交換技可做切換 不同的交換技 吹奏形式也會不同 戰鬥上的操作也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先以每隻笛子都會有的一個旋律 來做切入介紹吧 也就是自我強化的旋律 其中呢 我們就只要按下ZR就可以發動 像這樣 有沒有 這個自我強化旋律就會有了 這個自我強化啊 是可以使自身啊不會彈刀 加上持武器的狀態下移動速度會上升 進入戰鬥的時候呢 一定要吹相當的重要喔 同時這個ZR的吹奏方式 也就是剛剛所說的交換技 基本上呢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預設的吹奏旋律咒 使用這種吹奏方式呢 每一種基本攻擊 只要連續打出兩個相同音符 就可以啟動對應的旋律效果 好比這把白龍迪 X呢是對應攻擊和會蓄力UP 所以呢我們只要打兩次 像這樣子 效果就會啟動了有沒有 或是A的震動無效有沒有 這樣就會有了有沒有 或者是這個高頻衝擊波 像這樣 有沒有 就像這樣子 這個呢就是旋律模式咒的其中一個特性 同時咒的ZR動作呢 也會自帶無敵判定喔 例如像這個樣子 就是在魔物攻擊到的瞬間 我們只要按下ZR 這個旋轉的動作有沒有 就會自帶無敵的效果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的時候按一下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完全無敵的一個判定效果 它不是霸體喔 它是無敵啊 整體來說啊 使用之後的旋律模式就是一步一步在戰鬥上將旋律慢慢打出來 配合ZR的無敵動作更是可以減少戰鬥上的意外 蠻適合在單人作戰的情況下使用喔 那相對旋律模式想就比較像是過去的吹奏方式喔 事先將所需的音符啊先打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再按下一個ZR按鍵就會一次全部上完了 像這樣 有沒有包含剛剛的高音衝擊波 還有耐震啊攻擊彗星UP 這一次就全部吹出來了 變相的它就是沒辦法像咒那樣有沒有 一個一個音符一個一個慢慢上 唯一不同的是想的吹奏速度啊相當的快 同時還次帶音波攻擊 位置控制的盪甚至可以使魔物陷入暈眩 配合X加A的旋律打擊啊更是加分啊 嘿 這個真的是非常噁心啊 簡單來說比起咒的吹奏方式啊 想是可以快速的將所有旋律一次吹奏出來的交換技 個人也覺得啊目前使用狩獵底下來 在多人團戰中整體的操作呢會順暢很多 當然對於單人戰來說個人可能還是會考慮咒 畢竟想雖說很快 但並沒有像咒一樣在啟動的時候還自帶無敵招 加上多人和單人所需的旋律也不同 基本上就是根據情況來去做判定 兩早交換器各有優異設計的都相當不錯 加上還是有其他的相同技能 可以去彌補無敵或是霸體等等方面 這部分呢等等後面也會介紹 所以針對這塊呢也是建議而已啦 各位就自行斟酌吧嘿嘿 當了解吹奏形式的不同後 再來就要更進一步的理解這些吹奏的另一個目的了 也就是三音連擊和氣焰旋律這一塊 首先啊三音連擊啊是只要有打出三種不同的音色呢就會直接觸發 接著呢只要再按下ZR加X就會啟動 例如像我們先打一個藍色 然後呢紅色再一個綠色有沒有 我們這時候呢我們的上面呢就會出現這個ZR加X的這個UI介面 這個時候呢我們只要按下去 哦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哦非常快有沒有 這是一招啊帶有數多武器打擊和音波攻擊的帥氣招式啊 而這也是狩獵底啊在戰鬥上必要的核心招式之一 一方面可對魔物進行大量輸出 另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快速累積所謂的氣焰的旋律 也就是右上角這個圓圈的UI啊 使用一般攻擊招式或者是三音連擊都會累積 只是累積的量呢各有不同 當中呢以這個翔蟲招滑音節奏累積的量啊更是豐富了 像這樣 嘿咻 哦有沒有 非常非常多 當累積滿之後就會亮起 此時呢我們在使用三音連擊 或是剛剛所說的這個滑音節奏後呢 再按下ZR一次 就會觸發世界冰演的經典招式轉轉轉攻擊了 嘿嘿 像這個樣子 然後再按下ZR一次 有沒有 氣焰的旋律 這招除了和音波攻擊一樣 帶有無視肉質的攻擊外 還會給予20秒的效果 效果內容屬於攻擊力大幅提升 唯一注意喔 氣焰旋律的這個效果啊 無法和攻擊力UP旋律疊加 同時呢氣焰旋律的效果消除後 如果攻擊力UP的旋律還存在時 會自動切回攻擊力UP旋律的狀態 可以留意 所以說到這相信大家對於狩獵底的攻擊思路都有一定的理解了 簡單來說在戰鬥上啊 音色和旋律之間 除了是給予個人和團體效果外 另一方面就是多加利用三一連擊的效果 來增加輸出手段 快速累積氣焰旋律 提高狩獵上的效益 整理來說 狩獵底這樣的改動呢 可說相當不錯 完全就是一個戰鬥奶媽 嘿嘿 好的 那麼在介紹完狩獵底的整體技能後呢 來講解一下這把武器的翔蟲招式吧 首先正打ZR加1就可以啟動 然後呢消耗兩隻翔蟲像這樣子 啟動後呢會將纏繞蟲刺的短刀插入魔物體內 接著人物一個後拉 藉由狩獵底的音波超震動 將超音波直接在魔物體內爆發 所以說正式版好像有下修過啦 但威力還是相當可怕喔 整體施展的時間有點長 但其中帶有霸體 也就是當人物將刀刃插入完後 在向後拉的這段期間 全數都是霸體狀態 可以留意 個人覺得很適合使用在 許多部位即將要破壞的情況下 可以追加的攻擊形式 效果呢會相當不錯 嘿嘿 接著共鳴豬同樣使用ZR加1啟動 消耗兩隻翔蟲像這個樣子 有沒有 像這樣 在施放後啊 會在原地留下一顆 呃蟲的蛋蛋 呃算是蛋蛋吧 或許啊敵手在吹奏旋律效果時 都會與這顆陰珠共鳴 例如像高音波 有沒有他們就會一起共鳴 而且不管多遠都可以 另外這裏也補充一下 就是你在施放的時候 如果有在魔物的附近呢 他還會再自帶一個3HIT的攻擊 其中如果狩獵底帶有回復血量 這種旋律效果 配上陰珠的話呢會相當OP 簡單來說就是衍生出一種很無腦的奶媽玩法 例如先種出一顆陰珠 接著就是ZR體力回復 ZR體力回復持續下去 一方面呢可以持續回復血量 另一方面還可以一面瘋狂的輸出和暈眩魔物 相當噁心啊 另外共鳴陰珠還有一個特性 若當下使用的瘋狂底沒有攻擊UP的效果時 在使用自我強化的ZR吹奏後 陰珠也會給予團隊和自身一個攻擊力UP的效果 簡單來說呢就是給蛋蛋送攻擊啦 嘿嘿 唯一注意敵手的旋律效果範圍啊 大約是河童木蛙到這個草叢的距離 同樣呢陰珠也是 基本上呢就是把這個陰珠啊 做為第二個敵手的存在 雖說敵手可以共鳴陰珠的距離呢相當的遠 但團隊方面 隊友能吃到效果的範圍 要多加留意就是了 所以下蛋的位置很重要啊 嘿嘿 最後就是前面提到的滑音節奏 只要按下ZR加X就可以啟動 消耗一隻翔叢 拿出後呢會有一小段的霸體時間 收尾時會做出四個連段攻擊 外加一個吹奏效果 並且啊這個吹奏效果呢 會根據旋律模式有所連動 簡單來說呢如果是使用旋律模式響 那麼在最後收尾的這個吹奏動作呢 會帶有響的效果 可以一次將所有旋律吹起來 另外不管是用響還是咒啊 最後呢也都會有一個自我強化的效果 要留意 好的最後來說說底子的幾樣小重點 一些連段的推薦方式 使用的如果是敲打的交換技呢 那連段方式呢可以像以下這樣子喔 例如我們先方向鍵加X加A 然後再打一個A跟X 就可以快速的打出這個三種音色喔 方向鍵加一個加A 然後A X 然後直接一個三音連擊 像這樣子 或者是原地X加A 然後X 然後再加A鍵 然後再三連音 當然如果是使用旋律打擊 那麼呢整體上呢就會有點不一樣了 我們第一個呢一定是打出旋律打擊這個招式 然後由於旋律打擊呢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我們可以在它揮擊的當中 直接加入另外一個音符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先看說 我們加入的那個音符是A或者是X 那下一個呢就打另外相對的一個音色喔 好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打一個A 然後再打一個X 然後再吹一個3.1 這幾種方式啊都可以讓各位在戰鬥中快速的累積出三個音色 以提高三音連擊的觸發率喔 當然還有一種比較懶人的方式 例如使用旋律模式響 當全部效果都上好後 就是ZRA ZRA ZRA 這樣子循環下去 打起來順暢又快速 出出方面也會稍微高一些 打點位空的好也可以讓魔物容易暈眩 相當的Bug 接著 底子旋律效果的持續時間 整體來說 獸獵底的旋律共有26種 絕大部分呢 持續時間都是60秒左右 當然呢也有少數幾種是不一樣的 以下呢就幫各位整理 全數效果的持續時間讓各位參考 這塊呢也要很感謝Puma很忙大大提供的終極資料啊 不愧是敵大佬啊嘿嘿 總之今天的狩獵底武器基礎教學 就先到這啦 每把笛子對應的旋律都會有所不同 基本上呢會因應不同的戰況下去規劃 常駐的效果也會不一樣 然而每種效果的取決就在於敵手的經驗 使用的狩獵底和隊友之間的狀況來下去做斟酌 沒有一定的方式只有經驗的累積才能造就每場戰鬥上的最大效益 狩獵底就是一把可以提高單人和團戰效益的陰優師人 同時崛起也將這把武器的輸出方面做了很大的提升 讓戰鬥的節奏變得要比以往靈活許多 玩法上畫樣也非常多變 只要理解了其中基礎的概念和操作 相信絕對可以玩出一片天地 變成一名可以撐起全隊的最強奶媽 嘿嘿希望以上的內容可以幫助到想要入坑狩獵底的玩家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歡迎按讚分享出去 還沒訂閱的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另外還有我的IG記得去追蹤一下嘿嘿 好啦今天就先這樣啦我是沙皮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